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康娜 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老师 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们爱多美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老师 高级领导人俱乐部成员 营销总监王成民老师 大家好 我是王成民 你好 来自青岛的营销经理张元老师 欢迎您 嗨 大家好 我是张元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关于创业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每一家公司在创业的时候 都会设立公司的目标 并且有自己的创业理念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您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创业理念是什么呢 王老师 我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创业理念呢 就是长久的经营 因为呢我之前也是从事的销售行业 我知道一家公司呢 能够生存下去才是最根本的 如果说这个公司出现了经营的问题 面临破产或者倒闭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很多人 是的 那王老师的意思是 企业最重要的创业理念就是生存 非常好的一个理念 那么张老师 您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创业理念是什么呢 我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创业理念是创新 创新 对 创新 创新其实包括很多方面 有产品创新 管理创新 模式创新 那么一个企业必须要不断地创新 才能提高私生的竞争力 那么才能实现企业快速的发展 没错啊 产品的创新 技术的创新 以及模式的创新 确实是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非常好的观点啊 看来两位老师对创业的理解是各不相同 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大家知道爱多美的创业理念是什么吗 生存 速度 均衡 非常好啊 正如两位老师所说的那样 我们爱多美的创业理念是生存 速度 和均衡 那生存呢 是所有企业的一个首要目标 也是企业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 爱多美将员工啊 会员 消费者 合作公司 以及社区 有效地结合起来 肩负着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 生态体系的责任 同时呢 爱多美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这一生存理念 在节省费用的同时 主动应对各种经营环境的变化 那大家知道对企业生存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吗 我觉得是费用 费用 我觉得是人工成本吧 人工成本 那我觉得呢 对企业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费用 其中在费用当中 占比最大的就是人工成本 爱多美在企业生存方面的目标是 Zero化管理 那么什么是Zero化管理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无人化的管理 爱多美未来将会没有员工 没有领导 每个人都会自动地进入到成功系统 跟随系统 逐步获得事业的成功 好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老师 您知道爱多美在研讨会方面 是如何进行管理 并且结许成本的吗 张老师 首先呢 我们在举办研讨会的时候 肯定需要现场维持秩序的人 那么我们爱多美的研讨会 每一场都是爆满 人气非常的高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服务人员 但大家知道吗 我们爱多美的这个研讨会当中的 服务人员 都是我们非常可爱的 又非常敬业的爱多美的员工们 记得我参加青岛的一次研讨会的时候呢 我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熟悉的一个背影 他在远处呢 忙碌的搬桌子 搬椅子 当时我就想 哎 这好像是马总啊 所以我就走近了一看 天哪 真的是马总 我们山东分公司的老总是马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 这是正好体现了我们爱多美公司 秉承着铅笔服务的文化 从点点滴滴的服务于我们爱多美的家人们 那么我们这样呢 既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会员 而且还大大的降低了成本 其次呢 就是我们在举办研讨会的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手机线上预约 那么这样呢 不但的操作很简单 而且呢 大大的降低了成本 我们用简单的这个线上预约方式 代替了复杂的人工操作 那么这样 既便利了服务于我们的会员 而且还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是的 那看来张老师对研讨会方面的了解 也是非常的透彻 那么我想问一下 王老师 您对爱多美的未来 无人化管理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认为呢 无人化管理是节省人工成本 最好的一个方式 爱多美呢 未来它也会使用更多的 像人工智能啊 机器人啊 等这种无人的方式 去管理我们的公司 比如说以后呢 我们在爱购商城下单 它会自动把订单发送到仓库 然后呢 完成自动的分检 自动的打包 再由呢 快递员去配送 包括呢 它也会去 自动的管理库存 自动的向 这个生产厂商 去下订单 那我想呢 这就是未来 爱多美的无人化管理 大家也都知道 我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啊 她也是非常可爱 她经常有时候 会问我一些问题 她就会经常说 爸爸 你看这个未来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子呀 对吧 这个我就跟她讲说 比如以后会有 自动驾驶的汽车 对吧 就不用我再去 每天开着车 带着你出去啊 还有呢 像会做家务的机器人 是吧 妈妈也不用每天 辛苦地去打扫卫生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 就想未来会实现的 这样的一些 人工智能的方式 那突然这时候 我就想到说 我们爱多美 是不是也在做 同样的事情 对 好的 那么光想象一下 都会觉得非常的智能 非常的高级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迎来 爱多美无人化的 企业管理模式 任何企业的附加价值 都是通过发展来创造的 然后爱多美 在发展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速度 在爱多美 速度不仅指的是快慢 我们的速度 是由快慢和方向 一起构成的 爱多美认为 只有方向正确的时候 速度才会变得有意义 才能实现 企业的快速发展 那同时呢 速度也是追寻 惩罚的一个法则 打个比方 如果每天给你一块钱 第二天是前一天的两倍 也就是说两块钱 一直下去 后一天是前一天的两倍 一直到三十天 大家说这个数字 应该是多少 想象不出来 想象不出来 挺大的吧 应该挺大的 那我来告诉大家 当我们的数字累积到 三十天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数字是 十亿七千七百多万 天哪 这个数字是不是相当的可观 对 那这也就是爱多美 对速度的理解 那我这样简单来说的话 那么速度就不是一加一 这样的关系 而是在几何倍增的一个趋势 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速度 是的 那还有呢 就是并列的传递 那什么是并列传递呢 如果是说 我们在传达信息的时候 是一对一的传达 效率是不是很低下 对 是吧 那相同时间内 每次只能传递给一个人 那么我们如何加快传播的速度呢 我觉得可以通过自媒体 自媒体 也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直播 直播平台是吧 是的 那就是通过大众媒体 比如说直播平台 社交媒体 电视等等 在爱多美我们通过的是 成功系统中的成功学院 一议研讨会 俱乐部会议 服务中心会议等等 一对多的传播信息 显然这样更直接 更有效 是的 爱多美在09年刚成立的时候 会员并不多 但是到现在 公司发展得非常迅速 已经有了超过千万的会员 开设了20家分公司 去年的营业额达到了110个亿 是的 而且我们爱多美中国开业 短短一年的时间 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开设了9家分公司 到年底预计会达到12家 这个速度是不是非常惊人 是的 那么近10年来 爱多美的发展输入 也是越来越快 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 爱多美全球第21家分公司 哈萨克斯坦分公司 即将迎来开业 在2022年第四季度 德国分公司也计划开业 爱多美正在不断地开发全球市场 脚步也是越来越快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那么在我看来 爱多美公司不仅发展的速度快 而且适应市场的能力 也是非常的强 那么在疫情反复 而且常态化的今天 我们爱多美在做出了最快的决策 就是把线下的成功学院 还有研讨会转到了线上 不仅没有让我们脱离系统 而且反而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了爱多美公司 看到了爱多美公司的价值和愿景 好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均衡 爱多美通过均衡分配 追求社会型企业的高度共有性 这个词也很绕 我们来解释一下 爱多美把有限的价值 公平公正地分配给 所有与爱多美相关的企业和个人 爱多美创造的价值 不仅仅是由爱多美成员所创造的 还有包括合作公司 消费者 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所创造的 因此爱多美全力以赴 让消费者能够与更低的价格 购买更好的产品 将创造的价值 大部分返还给我们的消费者 同时为了实现健康的发展 展开各种公益和分享活动 爱多美公平地均衡地分配 引导消费者再次购买 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会员的权益 由此保证了爱多美 可持续地发展 对啊 康尔 你刚才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了是木桶的原理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木桶是用来盛水的 它能盛多少水 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所以说短板就决定了 整体的一个水平 而我们爱多美 它采取的是一个均衡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提升爱多美的竞争力 和发展水平 那我认为的均衡 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一样 就是把有限的价值 公平公正地分配给所有人 比如我们说的膳食的均衡 就是说相互搭配的多种食物 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所需的 均衡的营养 教育的公平 教育的这个均衡 就是说把我们的教育资源 公平公正地分配给所有的学生 那么爱多美秉承均衡的发展理念 它兼顾了消费者 经销商 还有供应商 以及公司的利益 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那大家看来 对均衡的理解都各不相同 我们这里也是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互动环节 董事长也说过 每个人都应该有均衡的人生 登登 就是这块板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特地邀请了两位老师共同写的 在他们眼中 均衡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的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 我的均衡人生 我对于均衡人生的第一个 首先是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 因为我现在在爱多美的工作 其实特别地开心 然后爱多美像一个大家庭 里面有我的兄弟姐妹 每天我都能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的知识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全心全力地帮助我 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 对 第二个是有车有房 因为我现在也是结婚不久 然后在30多岁人实现了 有车有房的这么一个阶段 感觉非常的幸福 好厉害 第三个是家人健康 我的父母然后年纪也大了 年纪大了之后 我希望我的家人 我的妻子 还有我的孩子 都能够身体健康 最后一个是子女的教育 我现在的小孩 现在是上小学一年级 刚刚上小学一年级 那么我希望他在未来 上初中上高中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教育环境 能帮助他学习有成 将来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那这个呢 就是我眼中的均衡人生 太棒 其实说到这儿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小故事 因为我在来爱多美之前 我对均衡的人生 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我也不知道 人生车轮是什么 但是我来到爱多美之后 我通过观看 董事长的视频 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均衡的人生 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均衡的人生 均衡的人生又包括哪些 不断地反复地去看董事长的视频 真的是让我受益飞鲜 每个月我也会写自己的人生规划书 完善自己的人生车轮 我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 不断地激发自己 不断地努力工作 最终实现自己更大的均衡人生 好 那下面的话 让我们的张老师分享一下 她眼中的均衡人生是什么样子 我的均衡人生呢 首先呢 是有第一个呢 是家庭美满 那么我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那么她们呢 就是我的原动力 我想通过我在爱多美上 实现均衡的生活之后 让她们生活得更美满 更幸福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实现财富自由 那么我是一个独生女 我的父母 她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我希望通过我在爱多美事业上 实现财富自由 第三个呢 就是事业成功 我之前呢 从事了12年的这个会计行业 那是说实话呢 会计行业就是每个月 每一年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所以说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喜欢挑战 而且很有事业心的这个女人 那么这样稳定的收入呢 从心理上根本就满足不了我 但是呢 我经营了爱多美事业之后 我是感觉 我整个人的激情已经调动起来了 那么所以说 我在通过经营爱多美事业 我实现了个人的成长 那最后呢 就是孝敬父母 因为呢 我觉得我的事业成功了 那我的家庭美满了 那么我的父母呢 他们会跟着我一起 来享受他们的均衡的生活 哇 非常棒 非常棒 张老师想得太好了 那接下来呢 也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均衡人生 那我写了这个 第一个呢 就是身体健康 这个我认为大家都是认同嘛 就是肯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是第一位的啊 那接下来呢 这个公益事业 也是之前 我并没有做到的这一个部分 也是说我看了董事长的 这个均衡生活人生规划之后 才想到 原来之前我可能 也在那个 比如说平台上捐过一点款 或者是 有过这么一点点的 小的公益的行动 但是呢 感觉是参与感并不是很强 在爱多美公司啊 让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真正参与到一个公益事业当中去 就是在今年呢 我参加了在何泽举办的 这个微笑行动 微笑行动 对 就是帮助孩子去修复成恶劣 这样给他资助这种手术的这个行动 那我呢 是作为一名这个患者陪护的志愿者 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 哇 非常好 对 我们一行是得有十几人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是看到了许多这个 成恶劣有缺陷的这样的孩子啊 他的这个给他自己的身心 包括他的家庭 都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是让他们做这个修复的手术 要面临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啊 而像于我们爱多美公司 为代表的这样的爱心企业 为他们捐助 可以免费的去给他做这样的手术 让他们呢 重新恢复微笑 重新呢 找到自己的一个自信 让他能够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想呢 真的是说爱多美 就他做公益呢 不仅仅是说当成一件事情来做 他是把它当作一种工作 一种责任 是时时刻刻的去想着 怎么能够去回馈社会 让更多的人都能够 从我们的公司的发展当中 去获得益处 哇 非常好 非常好 那董事长呢 就说过 不要把公益当成一件事情 而是要把公益当成一件工作 那在爱多美呢 我是真正的通过了公司的 这些公益活动 去帮助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而且呢 我的家人也为我感到骄傲 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 哇 好棒 好棒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自我的成长 因为我在爱多美呢 拥有了更多的自由的时间 这样呢 我就可以去学习一些 我原来没有学到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小时候 学这个钢琴 也没有坚持下来 这时候我也想去 继续把它拾起来 那包括呢 第四个的就是享受生活 经过这一段时间努力呢 我也取得了一定的小小成绩 也拥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 我可以呢 去让我和我的家人 共同的去享受 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 包括像这次西双版纳的旅游 我也是带上我的家人 还有孩子 给他们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 我孩子当时就喊到说 爸爸这个做爱多美真好啊 是吧 还能领我们到 这么漂亮的地方来玩 我真是听了以后非常开心 我想我以后得更加努力 是吧 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 来看一看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同时让我们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董事长 没有董事长 就没有我们爱多美 没有爱多美 也就没有我们均衡的人生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事长 那爱多美的创业理念 同样也是适用于爱多美 事业的经营者 我们应该如何把经营理念 落实到从事爱多美的事业当中去呢 首先张老师您来分享一下 我认为我在经营爱多美的 这段时间里 我的信念是非常坚定 那么我要获得一个持续性的收入 就必须要达成杰出经销商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短期的目标 我呢会克服各种困难 排除各种障碍 因为我坚信只要我坚持到底 肯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正所谓 徐徐会梦争将所致 那我希望我在通过爱多美的平台 实现我事业的成功 实现我时间和财富的自由 实现我家庭的一个 更美满的一个生活 那么带领我的伙伴 实现我们共同的均衡的人生 哇 张老师 说的真是太好了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 那其实我做爱多美 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关于说呢 我们爱多美的创业理念 如何应用到我们个人的事业中来呢 我总结了以下三点 那其中第一点呢 就是坚持 因为我们从事爱多美呢 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我们爱多美公司呢 立志要打造一个百年的企业 做最坚守原则的公司 始终呢 为我们消费者提供 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 所以说呢 我们能够跟这样的公司合作 内心呢 是非常踏实 非常有安全感的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托付的 这样的一家公司 所以说呢 我们也要说 坚定好自己的信念 做到持之以恒 坚持努力 不放弃 因为呢 董事长说过 在爱多美 没有失败 只有放弃 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成长 爱多美公司呢 为我们个人提供了 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平台 因为公司主导的成功系统 为我们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学习的内容 通过这些学习呢 让我们的个人能力 得到一个提升 同时呢 说我们公司的成功系统呢 为我们提供了 并列传播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的市场 能够快速地发展 最后一点呢 就是均衡 因为我们始终强调呢 说一个人的成功 不是真正的成功 而只有说一群人 共同取得成功 才是真正的成功 而爱多美 我们刚才讲到了 它就是追求均衡的发展 在这里呢 我们真正的是 可以跟伙伴 一起实现我们的成功 因为之前呢 在我的那家 上一家公司 只有说我一个人 获得了成功 而有太多的 这些市场伙伴呢 他们都没有取得 太好的成绩 我也是非常的忧心 但是说今天呢 在爱多美呢 我帮助了一大批的伙伴 共同实现了 他们的梦想 取得了他们的成功 所以说真的是 要感谢爱多美公司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均衡发展 共同成功的机会 好的 太好了 好的 那么两位老师 也都是分享了 自己的故事 以及对爱多美 创业理念的理解 相信大家通过 我们的节目 对爱多美公司的文化 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 两位老师 今天来到这里 那共同探讨之后的 感受是什么呢 我感受的是 在我之前了解 更多的是 企业的文化和私讯 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对我们爱多美公司 这个企业创业理念 就是说理解得非常透了 那么我觉得 选择大于努力 我们只有选择正确 方向正确了 那么我们的努力 才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经营爱多美事业 是我做出 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王老师呢 那通过今天的学习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们爱多美的创业理念 真正的是为我们 绘制好了一个 非常宏伟的蓝图 我们只要按照公司的 这个经营理念 和发展的规律 不断地去努力 我们在这里 都可以实现梦想 那看来两位老师 在今天的这个环节 也是收获满满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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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